今天是我们新内阁开始工作的第一次召开行政院院会 那么台湾人民还有国际社会都是在拭目以待 目前在新内阁团队的共识营 还有历次的政策沟通会议里面 我已经和各位有分享未来市政的理念还有重点 并且我们也一再强调内阁就任以后是没有磨合期的 为了因应尽速的推动各项的改革来回应社会期待 我们必须要加倍努力 那么我们的内阁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距离的团队 那么期待我们大家能够用专业魄力 还有坚定的改革意志和决心展现我们团队的合作精神 也期待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期间内能够发挥政府的行政效能 让全体国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在改变 能够因此来找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那么以下呢我有三个要求和三个期许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定定的过程中间 必须要能够倾听民意充分的沟通务实来解决问题 那么政府存在的目的当然就是要为了帮人民服务 所以每一项政策的提出都应该要从人民的需要 期待还有尊严来出发来决定我们的政策方向 那么在了解人民的需求和问题以后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提出适合国家发展前瞻而且可行的政策方案 来务实的解决问题 此外呢为了落实总统的选举政见 我们那个也要把它这个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做 因为这个是总统对国人的承诺 那么但是政见呢要能够务实能够解决民众问题 实践的过程中间呢也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 充分的沟通 特别是还要有政策的铺陈 那么蔡总统曾经多次提到 我们未来政府会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那么这是总统对我们内阁的期许 那么也是对我们的要求 所以呢也期望大家能够物不已 能够保持谦卑用同理心来体察民意 掌握社会的脉动 那么面对可能的民意矛盾 意见对立还有批评 我们都应该充分的能够沟通调整 同时呢能够谦卑的从中间能够吸取经验 那么务息能够使得各项政策能够顺利的推动 那么第二点我期待的 希望我们同仁能做到的就是确定 市政优先顺序 落实总统政界 全力以赴贯彻执行 那么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人事和预算是未来市政的最大的限制 所以各个部会务必要能够把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刀口上 所以未来唯有精简业务还有人事的预算 那么并且用人为财 那么才有可能推动和落实新的政策主张 民众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 以及政府推动的各项改革都具有高度的期待 所以各个部会应该要发挥 见即履即的执行力 用全力以赴的态度来推动各项的政务 回应人民的期待 那么也请各部会就蔡总统所提的政见 还有主管的重要政策 确立市政的优先顺序 提出各自的短程的中程的以及长期的政策目标 并且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或者方案 才能加速落实执行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特别请国发会 针对蔡总统政见定期能够追踪考核 有效地掌控执行进度 务必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诚信 还有执行力 第三 我们希望能够齐一市政的目标 做好跨部会的整合 那么应该秉持以民为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 同时呢 应该维持着有创新就业分配的这样一个核心价值 推动国家的永续发展 那么这是本月目前的市政主要目标 未来的政府的各项政策的推动 都应该要能够以创新动能 注重公平分配 还有充分就业 进而达到永续发展作为目标 那么也请各部会在制定 以及推动各项政策的时候呢 都应该注意是不是符合这样一个目标 并且做好内部的横向 以及纵向的联系 落实跨部会的沟通协调机制 能够充分展现我们的团队力量 那么本人还有副院长 秘书长 以及各位政务员 都会是各位的支持的后盾 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解决问题 此外我还有三个期许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期许同仁 坚定改革 找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人民过去对政府的施政 或许有一些不满以及焦虑 那么经过今年元月的选举 这些不满和焦虑 都已经转变成 对国家未来改革的期待 因此呢 我们要能够展现坚定的改革意志和决心 来回应这个社会期待 那么请各位能够务必保持谦卑 上紧发条 用戒政恐惧的心情 稳健地向改革之路迈进 以点滴的施政表现 逐步能够建立政府的公信力 找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点 就是我们希望同仁能够谨言慎行 建立政务官的服务典范 政务官没有什么名利 可是呢 政务官掌握了很大的行政资源 应该要谨慎使用权利 随时提醒自己 能够注意对外发言的方式 还有内容 并且确实能够遵守相关的廉政规范 言行均能够远离灰色的地带 以免影响社会的观感 同时呢 也要开诚布公 言行一致 从内而外 建立一个坚实的互信机制 带领我们全体公务人员 共同成长 追求改变和创新 以最坚强的团队力量 来发挥最佳的施政绩效 第三个 我对各位的期许 是我们能够勇于正式 珍惜为国家服务的机会 目前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道又一道 期待迫切解决的国政难题 还有我们社会大中的高度期待 那么各位呢 有机会参与行政团队 所以呢 我在这边和大家来共同勉励 希望我们一起珍惜这个机会 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并且勇于认识 交出令国人满意的成绩 那么我在这里呢 希望我们的工作 未来工作 在推展的过程中间 都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